哈囉 大家好 我是你家Andre 有沒有看到我今天騎的這身淨車 不一樣的車款 今天這一集呢 要來跟大家開箱一下 我們DHRC跑團的車隊版對車 我們先往上騎一點 找一個陰涼處再來跟大家開箱一下 這次的車子細節介紹 出發 DHRC的車隊版配色 沒錯 我們今天又來新車開箱 今天不是新車開箱 今天是新的塗裝開箱 跟大家介紹一下大家眼前這一款呢 就是我自己的跑船DHRC的車隊版配色 跟大家介紹一下什麼是DHRC 大概是我從2017年就已經創立的跑團 那我們目前的服務內容呢 包括有當然訓練馬拉松的這種跑步課程 有出階 中階 還有進階課程 那會針對大家不同的需求來做一個課程的開例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也會有三鐵課程 在每年1到4月的時候 那這些內容呢 就會是我們平常在服務大家的項目 那我們除了每週的跑步之外 也會有不定期的公路車團練 所以才會衍生出了這一台 也就是我的 簡單講應該算公司車啦 那每其一名呢 它就是我們DHRC的車隊版塗裝 就是我大家眼前看到這樣 也來跟大家好好介紹一下 這次我設計的這個車隊版塗裝 有什麼樣亮點的一些小小的設計 這台車子呢其實源自於之前 聽武逢體所 我們在他剛來公司的時候 給他的一台借他騎的公司車啦 那因為他後來 因為白天的一些個人因素考量 所以大家敲碗很久的聽武逢體所到底去哪來 目前他白天有其他的正職工作 那當然有一些合作邀約的話 我們還是會找他回來 但出現在螢幕上的機率就會小很多 可能久久才會看到他一次 但這台車呢 就是他一開始騎的那台黑紅的瑞克多 那因為他也一段時間沒有騎乘了 因為他現在換了一台 他個人的一個客製版本 如果我們還沒看過 可以看他之前去挑戰風貴嘴的那個影片 就是全紅的那個配色 所以這台車就閒置了一陣子 我就在那邊左思右想 一直放著有點可惜 倒不如我們就來把它做一點改裝 所以我就把這台車拿去找了我認識的一個朋友 他專門在做車子的塗裝設計還有烤漆 他就幫我把這台車稍微做了一個全新的設計 然後把原本的漆退掉之外 重新幫我們烤了一個這樣的設計 當然這個可能是會破壞保固的 那所以大家如果要烤漆前還是要自己考慮一下 那我們就把那台車改裝成大家眼前看到的這款 我們就來跟大家介紹一些細節的特色部位 那一開始的設計呢我給設計師的理念 就是我希望他跟我們跑團的主色系 就是藍色會有一個互相勾勒的這個設計 所以我只跟他說我希望有一點點深藍色的色塊為主要 然後跟白色做搭配 其他就讓他發揮 然後還有一些簡單的元素 包括像DHRC跟哲瑞Jerry 這兩個都是我們公司目前的就是一體的啦 所以我希望這兩個元素都可以存在這台車當中 那剛好也回應一下前陣子也蠻多人詢問就是 欸到底YouTuber好不好賺 做這個活不活得下去 呃必須老實講啊在一開始是活不下去的 那我們已經做了幾年了 2017年到現在 這樣是幾年 七年了欸 七年之養了 所以過了七年之後 稍微算是可以打平然後也還OK 但其實我自己平常在晚上還是有擔任跑步教練的工作 所以DHRC跟哲瑞Jerry都是我很重要的兩個品牌 只是他就是白天跟晚上都需要工作的地方啦 所以我也不是只有做YouTuber 大家看了這麼開心 每天都飛出國跑六大馬這麼開心 還是有本業要做的好不好 那這台車所以就希望有這兩個元素存在 所以在某些地方都可以看到一些 DHRC還有哲瑞Jerry的這個元素 那包括這個地方 我們也做了一個貫穿整台車的一個斜邊的設計 他就是很多的小Jerry跟小DHRC的一個貫穿 整個斜線這樣下來 所以如果你是放遠來看的話 整台車就有被這個整個貫穿的這種一致性的感覺 那整體的主車色的設計 還是以這個藍色深藍色為主 包括一些淺藍色的色塊 比較好看的地方 我覺得是他把這個美麗達的logo做的很有特色 他用一個白色的主體 包括藍底跟紅底的這個勾勒 讓他整個logo的部分看起來更立體 而且有那種跳出來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整個美麗達的logo是我最喜歡的一個部分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可以看到上面這邊 還有一個他朋友用了我的照片 去畫了一個小小的設計 不知道看不看得出來 上面有一個我在跑步的樣子 然後眼鏡帶在後面 那一樣有DHRCJerry 然後把它框起來 這也是我很喜歡的一個小小的設計 那以中間在座管下方這邊 有DHRC Team的字樣 畢竟這台車呢 接下來就主要的服役對象 就會是我們跑團的教練 跟有一些公開活動的時候 都會讓這台車去出席 所以主要還是希望他有很多保有DHRC的特色 那除了這些之外 其他地方 就是我從我的第一台斯特拉 黑色那台斯特拉 陪我去真正過很多 像日本啊 富士山啊 武嶺啊 創下很多很好回憶的那台車 畢竟我現在已經騎了新斯特拉了 所以我就把那台上一代的斯特拉 把東西全部拆一拆 改裝到這台車上 所以目前這台車上面的把手 Vision Metro 5D 一體式把手 所以這一體式把手是很好看 欸 偷偷爆雷了 這車表 是Garmin的1050 他應該 影片上的時候應該上市了吧 影片上的時候也應該人會在 還發的前後階段 那這個1050的車表 哇 相對於1040上一代相比 螢幕的顯色變得亮很多 整個很像手機 那個畫質跨的其實很高 給大家看這個地圖模式 其實是亮很多的 但如果比較深度的這個使用體驗 大家也可以再等我使用一段時間 之後會跟大家分享 所以有1050車表搭配在這台車上 那輪組呢 也是使用我前陣子收到的這個 Super Team的這個輪組 那這個是50框高的一組碳框 那它上面布滿了這個波浪紋 而且它是全碳浮條的設計 那整體騎乘起來的感受啊 我覺得也是很棒 等一下再跟大家好好分享這個輪組體驗心得 那除了這些設計之外呢 最重要的是這台車 我也把它的電變系統 升級到這台車上 因為原本 TUMP PONDISO這台車的 原始的設置啊 它是105的機械變速 所以我希望 它可以讓整個騎乘感受再爽一點 我把我的這個電變系統 也移植到這台車上 所以 按一下 就可以有這個電變的感受 整台車 除了這些之外 大部分都是原本的設定啦 沒有什麼太大的改變 只是就把它變成是我們 車隊版的一個設計 接下來 再來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 我對於這個輪組的使用體驗心得 這個輪組呢 是SUPER TEAM的品牌 所以它摟過來這邊 SUPER TEAM 然後我那時候其實已經在Rios開箱過 其實那時候開箱大家的回想就還蠻不錯的 它在上面有一些字樣 AERO ATTACK FROM SUPER TEAM 就是一個空力攻擊 來自於這個輪組 SUPER TEAM 那我覺得整體來說 這個輪組啊 算是比較親民的碳板輪組品牌 因為它的定位價錢 其實都算是 比較稍微 親民一點 不會到動輒要五六萬以上 這麼貴的級別 這台輪組的定價呢 是1290美金 大約台幣四萬二左右 那它的框高是50框高 但它是全碳輪組 因為通常很多是 碳胸的輪組搭配 鋼絲的浮條 但這個是全碳的浮條 所以整體來說 它的路感來講 是更硬朗 比較直接明確 也比較輕快一點點的 那整組的輪組重量 也算是很有靜置的力 大概在1300多克 所以以這個高度來說 是很輕的一組輪組 那這個輪組 我自己騎起來的感受 它雖然是搭載全碳輪組 然後也是碳框的50高度 甚至有搭配這種波浪紋的設計 整體來說跟我自己 前陣子騎乘的這個Vision 比較起來 我覺得它的感受輕快 是真的有感的 那剛性來說 我覺得也算還OK 整個慣性來講 就是真的跟Vision來講 有一點點價差 騎乘起來的感受 還是有一點點小小的差異 但畢竟這兩個輪組 差了兩三萬塊 所以你說以它的定位價錢區間來說 好像也是CP尺寸是很高的選擇 那這個框高50來說 也不會有過度那種重拖的感受 我也用這個輪組去騎過風貴嘴 然後騎過幾次的山路訓練 其實整體來說 它的輕巧感受還是蠻明顯的 但在平路的慣性來說 它又可以帶給你還不錯的表現 所以以這個輪組來講 我覺得它的定位區間跟定價來講 如果你是剛開始騎車 然後想要找一個輪組可以升級的話 折扣碼下來應該是大概四萬整左右的這個價位區間 算是以全碳輪組來說是蠻有競爭力 那我覺得真的是整體很喜歡 也很感謝這個幫我們設計的這麼好看的這個作者 如果大家也很喜歡這個圖書的話也可以到他的IG多看看其他作品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最後還是要跟大家分享這個輪組 我覺得這個輪組啊 算是CP值蠻高的一個選項 如果你大概預算在四萬四萬五以內 然後希望有一個全碳輪組的話 就希望像鐵人三項比的比賽 希望框高可以高一點對你慣性有幫助 但預算又有點傾崩 這種情況下呢 我覺得Super Team是一個還蠻不錯的考量 因為我自己在騎乘平路啊 或是山路的表現 我覺得他都是算還蠻全能的表現 在有五十框高的這種情況下 又不會有過度笨重的感覺 那這是他加寬這個碳浮條呢 也可以有效的去減緩吸震這種路感的感受 所以整體來說我覺得他算是蠻值得推薦 那以CP值來講也是很高的一個輪組選擇 如果大家對這個輪組真的有興趣 也可以點選我們的資訊欄下面的折扣碼 會有一點點折扣 應該是大概兩千塊左右的一個折價區間 也算是還蠻不錯的 如果你剛好有選擇輪組的需求的話 可以參考參考 好啦我是你的家人之外 如果喜歡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以上呢就是我們這次的這個新塗裝開箱 如果之後有看到我騎這台車 也歡迎多多跟我們拍照喔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準備下滑旗下山了 掰掰 除了我的車隊版配色之外 安全帽 也來一個美麗達80勝利車隊的車隊版 接下來我要去出發環法 也要把這套太陽眼鏡跟這個安全帽 帶去給他們簽名一下 好啦出發了 如果對這個墨鏡有興趣的話 再去Rudy觀望找他們 還蠻好看喔 80勝利車隊的配色 謝謝大家 저희可以拍攝這間 這樣子 我們在舞台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